真正北京人就一个你记得 周口店那个 我这一说你别乐 有人说跟人家外地人搬杠 搬杠 你起来 什么你是外地的 外地人怎么着 我曾经说过 真正的北京人就我在北京 四代 四代 四代了 我说一句话 但是真正的北京人谁 就我上初中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的讲课 这北京人就是周口店的一个 还是旁边的 那北京人从发展 别吹牛 谁一说 我一说四代 北京人 是四代 老北京了 老北京人 但现在的北京人 是各地的都有来了 就是新北京人和老北京人的区别 如果你要说北京人 和北京都多强大 那我告诉你 北京前头 是明朝 是吧 是吧 清前 清 清前 清前 明朝 其实在 园南最老的时候 这有幽州 哦 幽州 唐朝 幽州 对吧 唐幽州 幽州 这幽州 幽州是什么 我小时候还印象了 乐 乐 我小时候看见我 我住的东指门的附近 有骆驼 也有 那是内蒙来的 山西来的 在这做生意 做生意 这北京人最 北京啊 现在不要说这个 这个北京原来 它就是一个交界处 它就一个交界 交界处 没有工业 山东啊 内蒙啊 山西啊 这些周边的人 拉着乐子来做生意 他很小 还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那么北京原来就是 发配幽州 那就是 犯罪的人 那时候是 犯罪 我这跟你 谁一说北京人 我说 别说北京的历史 北京就是 对不对 西安那是 那是古都 对西安古都 人家都发配 发配怎么着 你是杀人犯了 和你是什么 发配幽州 这是这个地方 后来了 又是个交易的地方 后来呢 明朝 建筑 清朝了 又在 这是 但是它的历史最高 就是原来 发配 有一段那时候 不是中心 是吧 它不是国度 那样发配 那是最苦的地儿 做生意的 交流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 不要 北京 现在我觉得 北京 一说北京人 就一直都认为 我四代也没有 北京人 因为我爹也那一代的 又是河北 又是那的 你为没 真正 我说一会儿 真正 真正北京人 就一个 你记得 周口店那个 那个 一个人 是真正 真正的北京人 但是它是 猴 是原便长 猴 便长 你那也是实话 我都说实话 我也说 我四代北京人 我其实上代 也是河北 所以 它就是个 流放 就是一个交易的 就一个 三角带 对对 就是那场市场 交通的一个 北京人 也不要什么 说起来 有什么 特别高傲的 我是北京人 你这样不说 各地都不说 南京 南京 它得有历史 对不对 都不要 说西安 西安的文明图 咱都不说 哪的人啊 都是中国人 北京是老北京 老北京人 还有 新北京人 现在老北京人 不说靠新北京吗 都是 各个行业人在这 创收 北京人 它 各方面 北京还是比较包容的 北京是一个包容的 北京人也不要太 那种 我觉得就是老北京 西美 行吗 都在这 挺好 我觉得挺好 行吗 行 我说北京人就一个 中口店 原人 那 那 那 都带过 丢了 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 那 粉丝